各位基隆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議會議長同志偉 歡迎收看民意交響曲 在這裡可以聽到不同的意見 想法可以暢所欲言 和我們一起監督市政 讓基隆更驕傲更進步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個禮拜的民意交響曲 我是蔡曉君 民意交響曲是一個 讓您更了解地方的機會 另外也可以讓您來認識 我們的基隆市議員 帶您看看市議員們的努力 在今天的節目中 要帶您來請聽地方的聲音 為您邀請到三位一座 首先為您介紹第一位 是我們安樂區市議員 秦真秦一座 主持人小君好 各位電視前的相親大家好 今天非常高興有機會 跟我們郭美秀歌議員 還有陳明天議員 跟大家來聊聊市政的一個未來性 一座好 第二位是我們中山區市議員 郭美秀 小君好 我們秦大哥好 還有我們的名字 民間 各位電視前的朋友大家好 大家午安 美秀姐好 第三位是我們原住民族的 市議員陳明健 主持人小君好 還有我們一位同仁清議員郭議員 以及觀賞我們民意交響曲的 所有的觀眾市民 大家好 民間議員做好 要先帶大家來探討我們的社福問題 我們要先請教我們的美秀姐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很多民眾在反應街友的問題 但如何有效給他們釣竿這一件事情 美秀姐做了很多努力 非常感謝 今年我記得我們今天是主婦國姓主婦 那在偶然基位我又聯起了我們韓式 所謂韓式就是街友 那我又跟他們聯起了這個園 在我南戰一個故事講故事的活動中 我又跟他們接上議員 然後聊起 然後也銜接再來就是中秋節我會辦一個 9月29號辦一個就是團員的一個聚餐 然後也會宣導他們帶他們到收容所去參觀一下 然後介紹那個場地 希望他們能夠再安樂去這個收容所 那白天他們是屬於自己有活動的 那在這個活動我在想一隻 就很多朋友聽到我講他們就是 帽子也出帽子 像這個 我今天戴的這個 這是萬能用 裡面有睡袋 裡面所有的喚起的東西全部都在裡面 還有內衣 還有喚起的東西 對 我們剛剛有看 他就是一個一個塞進去把它塞滿 就全部都在裡面 那這全部都是人家目擊來的 就是他們響應的 那在這個當中我常常講 我在講這中很多人會說 他們都好吃很多你幹嘛要理他 我說其實每一個人都一條生命 我能拉幾個我算幾個 沒有人願意去當韓氏 沒有人願意當低收 人生不可能說都是一隻人如一的 那當他們在小條的這個階段 他們對社會放棄的這個階段 我們可以了解就是說他們的需求 當然我是很樂意去跟大家分享 那像這一次的活動 會幫他們就是介紹收容所的環境 會幫他們準備他們喚起的東西 會幫他們辦低收或是身心傷害者 或是媒介工作 其實他們很可愛 他們有人說美鳩姐 能不能折連話幫我看有沒有那個工作 對啊他們很樂意工作 只是他們不知道要去哪裡找工作 對 有人看到他們就打推團鼓 所以有人家頂頭他們都會去參加 一天三百五百 有夠用到嗎 他們自己也會跟我講說 有工作能不能介紹給他們 其實我們也是一直在我們這個方向 今天娶自己社會還是哪天要回歸社會 那我希望這些愛這些溫暖可以在每個角落 讓我們基隆市成為一個有愛的城市 而且那個有是朋友的有 結友的有 那配合我們市政府 我們的市長在響應的基隆有愛 所以我們基隆一定要更好 像最近我們基隆市很多建設都一直在改變了 也一直在亮起來 我希望街友方便 我會獨到他們 叫他們不要在南站啊 海洋廣場啊或是市民廣場那邊 吃的東西要記得把垃圾帶回去 不能製造我們基隆市的那個市容官張的負擔 那當然我自己希望哪天每個月我會帶他們出來 就是街上掃地 這是我的目標 我希望大家給我力量 我會繼續的去把他們走上去 而且中秋節快到了 你還特別幫他們募到了 對 還原餐廳 對在北都一桌六千 我們辦了應該五桌 五桌六桌 對 那我們會頒獎給這些贊助者 然後也會請就業中心來補到他們工作 對 這就是他們的需求 我也慢慢把他們帶上來 換來一些 那我們的鄉親不再覺得說 我們的韓式是這樣髒髒的 或是就是很拉大這樣子 我會慢慢把他們帶到我們的工作職場上 謝謝 這就是實際落實 然後解決地方上的民眾 然後協助他們所要去的目標跟地方 那當然就是要這樣的勤走基層 要帶你來看看我們的勤真勤義座 它其實規劃了不錯的運動場地 熱林多元性的運動中心 是什麼樣的一個計劃 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現在區域性的人口越來越多 長者 我們基隆可能到明年就突破20%了 所以在這個長照的這個工作方向來講 我們必須有前瞻性的一個目標跟未來性 所以說我希望說 我們整個每個區域應該建設一個所謂 熱林的多元性的一個運動中心 讓我們長者他在除了生活企業的家庭以外 他可以走出戶外 或到某一個場所裡 有他所喜好的運動的一個去處 或者有老師的指導 或者有一些群居的一個團體性的一個活動 讓他們在那個區域裡 能過得比較所以自在一點 在我們安樂區來講 我們曾經在市圍裡有一個區域 他的面積將有2200坪 2200坪是非常大的一個區域 在當初的地方來講 需要說因為停車問題 大家需要說能做停車場 但是2200多坪來做停車場當然是可行的 但是面對我們社會型態的演變 區域性的長者越來越多 是不是我們要有前瞻性 比較更遠見性的一個規劃 更未來性的一個公共建設 所以說我這次在7月15號到馬祖 去參加一個體育活動 看家馬祖進了一個所有運動圖片 可以看一下 我們曾經在馬祖看到 人家做了一 新建議員 馬祖的這個熱靈運動社會福利中心 看這圖片 我覺得非常的符合我們現在 社會形態上的一個需求 它當然裡面有所有運動設施 年少或長者都可以試用 尤其我們基隆來講 是多雨性的一個區域 往往事外以外 沒有一個可以遮風便雨的一個運動場所 看一下馬祖的那個偏鄉的一個離島區域 就建設了那個好的一個 所謂的連江線的一個熱靈運動 多功能的一個福利中心 那我們基隆應該也可以 因為我希望說我們基隆每個區域 都能建立一間這個所謂的熱靈 多功能的一個運動中心 福利中心 那我們剛講我們安樂區四維里 它有2200坪的地 它現在目前是一個平面的設施 只是填了80幾輛的車輛 假設我們地方政府 能充分的利用這個電競其力的一個 它的效能的話 我希望能規劃成這個熱靈的 多功能的設備福利中心 讓我們長者年輕者或小朋友 都有一個遮風避雨的 室內的一個福利運動中心 這是大家所期待的 是 這是要有一些硬體建設 來活弱的地方 讓大家都可以走出來 好好的運動運動 那反過來我們要來解釋一下 我們現在邁入高齡化的社會 我們的長照機構 與人力不足的問題 逐漸扶上抬面 我們要請教民建議座 其實請走基層當中 其實看到了很多的案件 剛剛聽到我們郭美修議員 對於我們街友函視這樣的 這麼努力的為他們設想 真的非常的感動 也聽到我們請議員為我們長者的一些 肆虐的多功能的運動 這樣的一個場所在奔走 我想這個就是我們未來 要為我們這一些 不管是弱勢的家庭 跟我們長者 必須要做努力的 除了是針對個案性的 這樣的一個服務以外 我在想我們制度上 應該也做一個完整的 這樣的一個配道的一個做事 像我們在各地區 有我們建立了這種區域型的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目前我們正義館 人商館 安樂館 跟軟期館 這樣的一個建立 我們是希望 剛剛跟我們議會同仁講 一個地區 有一個的這樣區域型的社會服務中心 不管我們是針對兒童也好 對富幼也好 甚至對我們老人也好 尤其就是我們身上也好 就剛剛我們郭美修議員所講的 對我們街友的這個照顧也好 我們這個都不能夠這樣的娛樂 這部分 這個就是我們期待 就是這方面能夠把它建設起來 對於這種有風險性的這樣的一個家庭 或是弱勢的一個家庭 能夠照顧到 真的讓他們所需要的都能夠得到 所以我這邊希望我們的社府單位 將來能夠在各區 能夠有這樣的區域型的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另外剛剛我們秦彥員 對於我們長者的一些運動上的這樣的一個爭取 我也佩服我們秦彥員在戶外 在戶外追求這部分 為我們老人家這樣的一個爭取 很多的這樣的一個活動的一個機會 所以我們對長者這部分 尤其追求這部分 完全跟秦彥員一起 為這個長者的運動來努力 談到這個老人福利的部分 我們常常都會遇到這些獨居老人這樣的一個問題 除了我們是讓那些長者能夠到日照中心 跟關懷站來受我們這些照顧員的照顧以外 但是行動不便的這些獨居老人 我們是希望能夠有更多的志工 能夠參與這樣的一個獨居老人的這樣的一個照顧 甚至於我們來建立這樣一個獨居老人的一個陪伴員 讓他能夠有人在他身邊能夠照顧這樣的一個獨居老人 甚至有一些失能老人的這些服務 我們也希望能夠有這樣的一個家庭照顧者這樣的一個支持的這樣的一個系統 能夠建立這些失能的老人 甚至於我們可以擴充這些照顧人力的資源 能夠結合我們各單位能夠把這樣的不同的需求層面裡面 能夠綜合起來 讓我們這些的照顧人力資源方面 能夠同層的來照顧我們這些所需要的一些受服務的人員 我想就是在我們制度上能夠做一些社會安全的這樣的一個系統 能夠建置起來 讓我們這些受服務的人能夠達到完全的這樣的一個服務 是 就是要服務到面面所有的不同族群年齡層的民眾 打造一個友善的城市 那當然打造友善的城市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來解釋我們的交通了 我們有六位議員他們就合資規劃了一個 讓我們的小朋友或者是還不會騎機車的民眾 他們有一個很好的地方可以來練習 騎機車來考駕照 我們一塊來看看 要順利通過機車考照就要不斷練習 如果可以有適當免費的場地 可以作為機車考照前的練習場 應該可以事半功倍 機動市議員郭美秀多年來一直在推動這件事 也獲得市議員林敏勳 林佩祥 呂美玲 張耿輝 和韓世玉等五位議員的共同支持 一起合資在中正公園18羅漢洞適當的場地 請專人劃設標準機車考照練習場 推動設置機車考照練習場地 目前台灣已經有52個免費機車考照練習場 而我們基隆市卻沒有一個很完整很完善很安全的一個練習場 讓我們相機適用 所以今天我邀約我們各區的議員 集資來畫一個正確又安全的練習場給民眾便民 就是要為民服務 像這個機車考照場 真的是聽說人山人海大家都在那裡練 我要請教美秀潔 未來是不是有什麼樣的計劃 還是一樣 我還是一直在推 那目前中正區也已經大力有個美目 那企圖區也跟區長也在聯繫上 那目標還是一區要一個 就像我們請醫演講的一區要一個綜合大樓 包括運動場一樣 對 一定一區一特色 對 那這個機車考照配合現在市政府 不是市長在鼓勵那個電動車 那剛好兩個是一個硬體一個亂體 對 那至於小孩子你還要給他一個 像最近中山區很多案子都是未成年的車禍 騎車車禍 對 騎車車禍 有的人命都不見了 所以我是覺得這方面應該要去加強 然後讓小孩子有一個正常的一個 良好的環境 安全的環境去學習 學習之後他上了路才有辦法那個 對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一直在努力的 我希望明年七個區都各有一個成型 而且我們議員大家都很團結 也都一直針對這個在推 對啊 所以說我相信這個應該可以大展 是 這就是地方民眾的需求 對 對 對 所以看見需求就要趕快去把它完成 達到大家可以接受 然後可以幫助民眾的地方 那當然還要來檢視就是一些耗製的問題 我們來看看安樂區 位在巴督交流道旁的附警天下 與轟動天下兩大社區 住戶約六百多戶 常年被耗製問題困擾 每天上下班的時候 車輛都沒辦法上高速公路 紅黎燈的話 它控制的時間沒辦法 沒辦法讓車輛能夠很友善的往前行徑 所以我們的建議是說有辦法說用秒差來控制 社區的車子要出來左轉 往一高的話沒有辦法通行 所以我們今天請我們這個警察單位 交通單位來現場勘察 是在這個前後端的 紅綠燈的秒數上做一個調整 讓我們前面的紅燈掀開 前後面的那個綠燈呢 繼續往前車輛讓它行走 然後他們這個設計在變成綠燈的時候 兩個設計的車輛才可以直接出來左轉或右轉 交通處指出會調整秒數 滾動式修正解決地方問題 那我們要請教請真意做 那後來結果是如何 因為這個路口剛好有兩個社區 一個叫附警天下 一個叫轟動天下 一個附警天下四百多戶 轟動天下兩百多戶 再加上壯觀台北下來的一個路口 上面有兩千多戶 曾經在六點半到八點之間 是一個車輛進出交通的一個尖峰時期 那剛好執行車輛的話 它的秒數長 使得附警天下跟轟動天下的住戶 他們的車輛出來 確實沒辦法 非常的一個快速的出口 因為那個之間的這個路徑的路口 也區域非常短 差不多五十公尺就一個紅綠燈 所以在這種斷斷性的紅綠燈的這個限制之下 兩個社區的車子要出來 確實要等非常久 非常的難行 再加上壯觀台北下來的車輛 入戶也是在苦苦等候 所以說我們辦了一個會勘之後 我們交通處他們曾經做了適當的調整 調整不是單單是在附警天下 這前後幾個紅綠燈的問題 還牽涉到最前面高速公路下來的路端的 紅綠燈的問題 所以他把全斷性的一個紅綠燈 做秒數上的一個調整 目前解決了這個所謂的 早上車輛無法通行的一個困境 是 這樣可以看到 這個安樂區每天上下班的車潮真的很多 所以我們行政議座在市議會上 就有幫大家來爭取 在基隆捷運一定要設議站 就是長根醫院站 我們快來看看 基隆人口比例最高的行政區安樂區 人口有8萬多人 市議員秦珍在總質詢時指出 有盡於每日往返台北大量的通勤人口 如果捷運第二階段 能在安樂區規劃設立長根醫院捷運站 將有效改善現有的通勤狀況 安樂區有一個最大的出入人口的地方 是什麼 長根醫院 長根醫院 可能比我們市政府出流口還大還多 所以說整個安樂區確實需要 把這個捷運引到我們安樂區來 所以本席在建議 那是在第二階段的時候把它納入 我想請問市長你認為可行不可行 市長謝國良達巡時相當認同捷運 如果能接到安樂區會更有效益 進入市區後可銜接火車站 我希望第二階段是能夠到安樂區去 然後希望能夠在安樂區找一個路廊 再進到市區最後進到火車站這邊來 我們承諾說我們努力的往那個地方走 一定會 一定會努力 我們承諾 既然這樣我們彼此來簽個字好不好 承諾一下 好好好 國良應事議員秦珍簽署 基隆捷運第二階段 規劃設立長庚醫院證實強調 我們是不是說一定是要往安樂走 這個還是要經過詳細評估 我們學的方向上應該是這樣子 確切的路線及相關規劃 仍然需經過詳細評估 可是有需求啦 要評估這是真的 我們要請教我們的清真義做 從那時候選舉的時候 就一直講一直講 這就是我選舉之前 當時我提出了 基隆捷運的一個政策跟目標 按未來性 因為我們安樂社區 人口是七個區最多的 八萬多人口 然後長庚醫院又是一個 我們基隆人口最多的一個公共場所 將近每天有一萬多人 所以說我們上班族的 這個通勤組也非常非常的一個多 尤其你看現在我們在 從大五輪到我們這個 往台北的一些上班族 將近早上9026 9026還有國光的1815 1813 到目前都沒有辦法 符合我們乘客的上班族的需求 所以說我們在整個安樂區來講 我們八萬多的人口 假設捷運不經過我們安樂社區 請問這個捷運有何意義 捷運就是要疏通我們的人流的 交通的一個便利性 所以說我們剛才我在我整個這個政策上 我們的交通樞紐現在整個都在西岸 然後假設我們全部在把東岸的 這個捷運在通到西岸的未來性的話 第二階段那是不是造成我們西岸 這個交通樞紐有一個擁擠平均性 所以說我們的交通這個規劃性 應該把東西兩岸這個交通要分開 所以西岸是目前的火車跟未來轉運站 那我們東岸呢 應該把捷運拉到東岸這邊 東岸怎麼走 經過安樂社區之後 然後穿越石球嶺 再通過現在的那個高架橋 然後往東岸碼頭 那個客運大象那邊 未來的新的市政大樓方向起走 我想這是一個未來性的一個發展性 因為從我們安樂社區 從八度轉到安樂社區走邁進路 走長根院這個現在的那個 長根院的第二停車場的地方 那屬於國有的後面都是國有地 土地取得不是問題 那參與石球嶺 石球嶺開隧道現在技術上工程也不是問題 然後經過我們現在東岸高架橋 來做鬆承的使用 東岸高橋也是一個年久的一個微橋 是不是在利用這個高架橋的 這個捷運的機會 一併來做重新的一個興建 然後把我們現在一分局 旁邊的這個大樓來做 因為這是屬於能融合我們 南區市民的一個搭乘的一個需求 然後再往生到東岸我們的客運大象那邊 因為客運大象未來有我們郵輪客運 就遊客假如到我們金融港下了船之後 直接搭捷運可以到往台北走 我想那是可以增加它的一個捷運的一個 所謂受益性跟它的實用性 那繼續再往前走走到我們未來的新的市政大樓 那後來延續性還可以往我們未來的九份方向去 開發未來觀光性 我想這個捷運要未來的第二階段 所以我在議會一直提醒我們市長 第二階段 我們一定要把捷運拉到金光安樂區來走 至於未來性的它的一個工程商的規劃與設計 當然有專者學者 他們去做評估去做規劃 只是在我們市民的立場上 希望說把捷運要拉到我們最多的人口的處理地方 安樂區來可以解決我們整個通勤組 上班族 不單單安樂區 仁愛區 中正區 上班族的通勤組 也都可以搭這個捷運便利往台北去巡走 到他們工作或求學的一個場所去 我想才是這個捷運 才有它的實質的一個未來性的功能的交通利益 是 這就是看到地方的需求來提出一些建議還有解決的辦法 那當然要為與籌謀要來看看我們的台鐵七堵戰鬥 我們的積結七堵戰之間 我們的民建議做七首建議 我順便補充剛剛我們秦也所講的 我們除了在期盼這個 我們捷運能夠到我們新市政大樓以外 我想我們大眾政區的也只需要我們的捷運 是不是可以延伸到八都子 甚至跟我們秦也所講的 可以到我們瑞芳地方過去裡面 所以八都子地區現在也是期待 希望是說過去有在講說 如果捷運只有到八都的話 是不是再拉一條線除了到長根以外 再拉一條經過軟軟 直接就到八都子 就是這樣子 減輕這些車流的流量 另外如果剛剛按照我們秦也所講的第二期這個計畫的話 我們希望捷運能夠原生到八都子 一方面可以解決待會我們所要討論的 假日篩車的這樣的一個問題 為什麼提到說我們集結七堵站跟我們台鐵的七堵站 這中間必須要有一個完整的一個轉成的一個 JBO的一個設施 而因為我們七堵站目前可以說是我們東西巷的整個鐵路的一個轉運站 過去我們住花東的這些原鄉的人如果要做台鐵的話 大部分都是以前是在八都甚至是到瑞芳去轉成到東部或是到西部 現在我們八都這樣的一個功能已經被我們七堵台鐵站已經來取代了 所以我們很多的台鐵的這些火車幾乎都是在我們七堵站來去做這樣的一個轉成的一個功能 所以我們希望是說我們基隆決運的基督站設在我們基隆貴公司的附近 離我們台鐵的七堵站有一段的一個距離 我們希望它有一個完成的一個轉成的一個JBO工具的話 我想大家就會很樂意來去乘坐我們的七龍決運 到了七堵我可以做這樣的一個JBO工具 直接就到我們台鐵七堵站來去做轉成我們台鐵的往東往西 一方面可以減少從細紙裡面轉成到台鐵的這樣一個功能 它可以做我們七龍決運 然後到我們七堵決運的七堵站 然後再轉到我們台鐵七堵站 這樣的一個功能的話我想我們不用再另外再開車 或是再用一個交通工具來到我們的台鐵的七堵站 因為七堵的功能已經起在八堵站的時候 我想這個JBO的這一段中間應該要做一個完善的 這樣的一個配套的一個做事 是 那這樣就是會更便於民嗎 那剛才也有講到其實市區 金融市區在價值的時候真的都很塞 我們一塊來看看 在我們美秀姐她在議會質詢上所提供的一些建議 每當我們辦大型活動的時候 或是上下班時候我們的市中心都會用塞 這用塞也是我們長期以來的一個大困擾 那要如何去改善我要請交通處再幫忙一下 看有沒有什麼配套措施 這也都是民間一直在跟我反應的 那你知道嗎 我們從港溪街的郵局到我們東岸庭這個場 八十公尺裡面我們要花多少錢 多少時間才能過去那邊 一般來講應該是四分鐘 十五分鐘就可以到 可是當擁塞的時候會產生多少 像那一天施委證議員講的 可能要半小時 可能要五十分鐘 可能要一個小時 所以說這個擁塞的問題 像以前我們黃色小藥我記得 那打到中山二樓那裡去 那後來我們是觀光城市呢 那像我們五六台機在那時候呢 那如果擁塞怎麼辦 我們要預防先事先去把它準備好嘛 對不對 不能等事情發生了我們才來準備 我們這是來不及的 錢已經跑掉了 人家也不想再來了 所以說我們的交通真的要再去思考一下 要如何進展 真的要好好思考一下 因為這是很多市民曾經經歷的痛 我們要請教美秀姐 真的是一個痛 我自己本身也被扔在路上塞了將近半小時 半小時 對 那我最近一直在討論 一直在研究 我也問很多人 在我們的陽明海運跟港務局大樓 中間這一個馬路如果直接銜接到市民廣場 這一條路做平面的跨海大橋 它的可能性應該是可以的 我也請教過人家 那它的費用也不會很多 你看一個新一國小的停車長就花了五億多 這一座橋如果把它做起來平面的 做起來汽車機車都可以從那邊經過 那可以減少很多的賽車問題 而且費用也不用很多 據我所知好像十億裡面就可以完成了 而且這也比捷運還快 捷運還不知道多久的事 那這件事我們當今我們基隆市 整個要發展起來 這個勢必應該要去研究一下 那在這個裡面 這座跨海大橋裡面 我們還可以做像碧毯一樣的 就是水舞秀 或是說黃色小鴨 海上的一些入品對展覽 這個都可以給我們基隆市帶來 很就是很文明 對 不一樣的基隆 整個亮起來 像最近不是我們3D那個 3D那個也是全台最大的 對不對 那基隆就一直 我們這些周邊的東西 一定要把它帶上來 那最困擾就是交通 我想了一下 只有唯一這條路而已 而且它沒有妨礙到航線 就是說郵輪進來沒有到這邊 我已經去 通常很多次了 研究了很多次了 所以說這一個人帶應該可以 周邊 四邊都可以 它等於一個景在裡面 對 大家都可以在那邊去觀賞 對 包括那個橋橋車 橋橋車部隊可以 直接蓋一個跨海大橋西岸連接東外 對 當然可以多工 對 應該可以去研討一下 當然要專業人士去研究 我覺得這個是應該還蠻不錯的 謝謝 謝謝 明建義座呢 明建義座是不是也有類似的想法 對 我們這個活動跟假日 我們基隆四七大概都會賽車 這是長久來的這樣的一個問題 但是主要就是說我們的路廊是比較少 除了平面的這樣的一個路廊以外 另外就是我們的停車空間也要多 要不然你光找一個停車位 就在馬路上面 就在那邊塞了好幾十分鐘的話 當然一定會塞的 所以除了剛剛我們提出來的 希望我們的捷運能夠原生 一直到八都子到瑞芳的時候 能夠紓解我們平面上的這些的交通流量以外的話 在過去第一次當議員的時候 我們有一位前輩叫郭敏通副議長 他也提出他那時候在第十五屆 九十幾年 他就提出希望我們在市區內 能夠做一個高價的當軌電車 就是在我們現有的路廊 現有的平面道路 來去做一個高價的當軌電車 來去做我們市區內的一個能流的這樣的一個載運 能夠把平面上的這樣的一個車流能夠減少 所以我們就看得出來 不管是活動、假日也好 當靠往我們東岸的中正公園這些 只有中正路或是翔崩街 甚至於我們六二快速道路這一塊到八都子的 大概就這幾個洞線而已 然後我們看到我們六二到萬里的 他一下來不是直接就到萬里 而是到我們應該是七津三路吧 那一條 七津二路口 七津二路口 下去還要去夠七津三路 塞到我們五勝街這一塊 如果說在現有的平面路 路廊裡面 上面你在做這樣的一個高價 來銜接我們六二 如果直接把這個要到萬里金山的車輛引流 從高價到萬里到金山的話 就可以減少我們基金二三路的這樣的一個交通的一個車流 就剛剛我講的就是也可以減少到我們中正公園也好 巴多子也好 平面上的這樣的一個車流 所以我們是希望說平面已經沒辦法再擴大 除非你做地下 我們基隆市可能也是很難 那只能就是往上面 能夠做現有的這樣的一個路廊 做一個高價橋墩 上面做一個高價一個路面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汽車騎車都可以行駛 我想我個人建議 是目前最急迫需要的 這樣一個紓解的一個方式 真的都是很棒的一個建議 一個是跨海大橋 然後一個是高價單軌列車 或者是高價道路 就可以解決現在目前所遇到的一些塞車問題 那我相信我們的相關單位收到之後 一定會好好地來思考來評估一下 怎麼做會對基隆最好 那接下來要帶大家來關心的就是我們的運動風氣 我們基隆就是多雨 所以很多民眾都會到場館內來運動 那一區一個特色場館 剛才我們三位藝座都說 真的是非常有需要有需求來做的 那當然我們市政府這邊也是很用心 然後我們的體育會這裡 然後他們就集結志工 一塊來到外縣市來參訪 看看外縣市的體育館場館到底是有什麼樣的亮點 金融市體育之工近300人前往真化縣體育場觀摩交流 一進場館映入眼簾的是全新的PU跑道 景專學生正在集訓 所以我們大幅的來更新我們的體育館跟體育場的這些外面的硬體設備 包含游泳池 田徑跑道就花了三千多萬 那還有體育館的整修屋頂全部換新的鋼購也花了一億兩千萬 那接下來體育場體育館都可以容納六千人還有下面可以兩千人這麼多的容量 要辦大型的演唱會也是可以 那游泳池那邊也花了五千多萬 所以除了迎接建線300年 我們接下來也會在這邊做很多的建線300的主題展覽 在金融市體育會理事長鄭錦州的帶領下 志工們還參訪了五千萬政見完成的游泳池 張華縣也辦過全國運動會全民運動會 還有我們的中的小運動會各大比賽都有辦過 而且張華縣是我們六度以外是十四個縣最大的縣市 我們就是說來看人家場地 包括我們剛才也有三台車去看林口的運動動員 林口的運動動員是以射擊為主 全國射擊好手都出資的地方 我們下午還要到南投這個南投的體育場 我們帶我們的所有這些體育志工出外觀摩 看看人家場所 看看人家的設施 以後可以提升我們基隆的體育設施 及我們的體力的改革 非常感謝啦 這一次我真的覺得來這裡真的受益良多 然後我會把這邊好的東西帶回去基隆 讓年輕人有一個運動的空間 然後在議會我一定會把這些東西 對 希望我們基隆市的體育場不要再耽搁了 感謝我們基隆市體育會 辦理這一次的彰化縣體育館的一個觀摩 我們基隆市現在除了體育場在整修以外 期待能夠在明年能夠完工 後年我們來辦理開放以外 其他設施我們大概會來以彰化縣來做一個借鏡 有需要吸取一些經驗的部分 我們會來加強 交流參訪 激盪更多的新火花 期待基隆市立體育場完工後 將有更多元 開放 安全 優質的競賽及運動場所 讓基隆成為更有活力的運動城市 真的 也就是要打造很有活力的運動城市 讓基隆深深不息 充滿了著氣 我們要請教美秀姐 其實最近有參加過很多的外縣市的 一些體育交流活動 對 那天去南投參觀了這個 這個運動場真的超棒的 這個人有沒有國際行李 然後後來又參加我們全國議場盃的網球比賽 也看了人家的那個運動場真的都很棒 所以我們是基隆頭 我們應該是人家來效法我們才對 怎麼變成我們就看人家 而且我們沒有一個比較像樣的第一場 而且基隆是多餘 應該室內的運動場也要去推廣 甚至於說像我們剛剛我們同仁在講 一區域一個特色出來 一個例如說哪個學校是感人球隊 那棒球場還是哪個區域 然後我們通常去是 例如說可以做個游泳試 對不對 所以說運動的風氣一定要帶上來 這給小孩子一個正能量的一個身心的環境 不然你說每天都在那邊打電腦 就在網路網咖這樣子 我覺得比較不OK 所以說我們如果有一個很優厚的 很完善的一個運動場的話 我相信這些年輕人應該都會傷害 是 真的 就是要讓大家要有運動的空間 大家就會願意走出來走一走身體也好 那當然很多的相關經費 就是醫療經費也就會開始下降 那當然我們的運動場 或者是後續的維護這些經費的編列預算 也要嚴格把關 我們要請教我們的請正義者 我想剛才我們郭彥講 他們去南島參觀人家的一個體育設施場館 但是我們基隆也正在興建 但是很可惜的 在發爆之後做不到一年 因為疫情的關係 或一些因為惡物戰爭 一些原物料的上漲 使得我們原來廠商 他沒辦法一約施工 所以在去年10月 就跟原廠商終止去業了 然後在去年的12月5號的時候 又重新招標 那招標也完成了 那整個供期預計是在600個日日一天 所以這預計在113年12月底的完工 最快三月行完工 那他整個重新得標的金額是4億9500萬 所以說希望這個場館 那新的一個廠商的一個得標之後 我們的所謂的體育教育處 體育廠單位 嚴格的來督促他們如期的施工 來如期的完成 那可以看一下我們未來的 我們新的場館的示意圖 非常的美觀面大方 那下面呢在左手邊 下面還有開批的兩千多 兩百多個停車位的一個空間 所以說整個經費加起來 將近5億的經費 希望說在我們新的廠商得標之後 能盡快的如期的完工 不然的話我們金融市多餘的氣候 沒有一個所謂的那麼大型的一個體育場所運動的話 很多的運動人口非常的不舒服 希望說在如期的這種監督之下 盡快的完工 再講一下我們體育設施的經費 我們金融市單項運動有56項單項運動 但是我們的體育經費也似乎編列 一年才兩百多萬 所以56項加上兩百多萬 一個單項不過才四萬多塊錢 四萬多的這個經費可以推展 其實可以看到我們這幾年 我們運動的項目的一個成績 大家可見 有非常好的一個成績出來 在我們體育會政理市場帶領之下 非常的蓬勃 在金融的體育單項上 大家都在努力的來所謂創造性 優良的一個家機 以及好的一個所謂的運動場域 給我們運動人口 所以希望我們市政府 在整個年度預算的編列上 應該寬列一點 我記得我第一任時候做議員的時候 那是體育經費一年是五百萬 後來被因為打折再打 八折八折一打 打到現在只有兩百多萬 我不知道在兩百多萬來講 給56項單項運動單位來講 他們如何去推展 他們單項的一個運動 我想希望我們新的市府團隊 我們市市長 要多多重視我們體育未來性的發展 在經費上應該充分的寬列 在向我們中央爭取更多的所謂的體育經費 來挹注到我們基隆體育的未來性的發展 是 真的 就是要向中央來爭取經費 聽說民建議座有寫過爭取計畫對不對 這個就是我們也要非常感謝我們鎮里市長 能夠帶動我們全市的這個體育會各單項的一個委員會 就剛剛我們秦也剛剛所講的 我們各單項的如果要幫活動的話 我們的經費也不多 所以有一些的我們必須事先要做一些的明年度的一個計畫 來呈給我們教育部的一個體育署 能夠支應我們明年各項活動的這樣的一個經費 所以在這邊也是我們幾位議員對我們體育各項的這樣的一個活動 我想我們都會極力的跟我們市民 尤其我們運動選手來做極力爭取這樣的一個經費 像我們本市也成立這樣的一個亮點計畫來培育我們GEO的這樣的一個運動選手 能夠在各項裡面能夠有優良的這樣的一個成績出來 剛剛我們也看到我們將來的一個體育場這樣的一個設施裡面 我們希望將來這樣的一個場域裡面能夠舉辦 除了我們本市的運動活動以外 甚至於全國性的而且國際性的也能夠在這個運動場館裡面能夠舉行 因為過去我們也聽到很多的這些的教練 因為我們過去的一個田慶場的一個設施 尤其他這些的賽道的長度可能不足把我們這些選手的成績 不被外面的這些各體育的協會所采認 這個我想這個給我們一個選手一個很大的這樣的一個打擊 所以我們是希望把這個運動場能夠做完之後 讓我們的選手有一個良好的一個運動場能夠發揮他們運動這樣的一個長才 為我們GEO市來爭取更好的成績 是 而且我們民間義座他其實很大力在推我們的棒球運動 我們一塊來看看 大家應該也想到過去我們台東紅葉少棒隊能夠得到世界冠軍 怎麼虛任而來的 以使當球用輪胎 廢輪胎來做打擊的這樣的一個工具 也能夠得到世界這麼好的這樣的一個名次 所以這一點是不是請我們市長對這樣的一個少棒隊也好 甚至於對我們的棒球這樣的一個球賽 這個球列的運動 市長是否有自己的一個過想 這樣子的一個球隊我們希望就是集中栽培這個學校 因為有時候你不可能把每個學校的棒球 孩子都打得很好 但我們基隆我們集中在一兩所的國小裡面 然後我們把企業的資源引入 然後我們集中把好的選手把它引入 然後我們想辦法做一個明星少棒隊出來 本市有很多的小孩子就是喜歡棒球 但是沒有這個完成的比較完整的這樣的一個球隊 能夠讓他們留在基隆打球 所以他們寧願把這個小孩子送到系子 我們隔壁的新北市的系子 來去培養這個一個少棒的隊伍 甚至於到秀豐國中有一些棒球隊 有時候他們都會到我們市立棒球場來做練習 很多都是我們基隆市的小孩子 家長為什麼願意請願每天一大早送過去 然後再上班 就是期待是我們基隆市 真正能夠有一個比較完全的 這樣一個少棒隊的這樣的一個組織 台灣的青少棒真的很強很厲害 我們要請教明建議所 其實在基隆以前有 可是現在就變成社團型對不對 對 現在的很多的運動 在學校裡面大概都是 與社團的方式來成立 大家都知道這個棒球 大家之前都稱為是我們的國球 從以前的棒球少棒到現在也好 我們在棒球這一塊的成績 真的是國際性是非常有名的 我們過去在這些得到世界關鍵的 像這些的少棒隊裡面 他們都是非常柯南的來做這樣的一個訓練 而這一次我們本是在中校國小 有這樣的一個小孩子組成的一個少棒隊 他們在外縣市來參賽都得到很好的這樣的一個成績 這一點我們跟市長報告之後 市長非常的樂意 我們也希望能夠有這樣的一個三級的棒球隊 能夠在我們基隆市能夠成立 我想也不是說把這樣的一個棒球隊 上次的在各個學校裡面 我們也希望能夠各級 比如說少棒是由哪一個學校 來做重點的來去培育這樣的一個選手 輕少棒跟輕棒 又哪一所學校來去重點的這樣的來做培育 把這個有限的資源裡面能夠發揮到我們整個棒球的這樣的一個提升 這個就是我們希望在我們基隆市能夠有更多的經費 把我們的棒球能夠蓬勃 因為我們現在很多的小孩子 比如說像我們原住民的小孩子 聽到的幾乎很多都是往外縣市 尤其是到汐止這部分來去就讀國小 因為他們那邊的棒球非常的興盛 他們滿有心的來培育這些少棒也好 甚至於是這種輕少棒也好 所以這些小孩子這些父母親一大早就親自把小孩子送到我們的新北市 系職也好 甚至於到外縣市比較有名的這種棒球的學校幫他們住宿 希望他們能夠將來在棒球這一塊有好的表現 所以我們在基隆市期盼盧市長所講的這麼全力支持我們的棒球 在我們基隆市能夠發展 我們希望這三級的棒球隊能夠將來是我們基隆市 來爭取更多的這樣的一個更好的一個成績 是 有好的硬體或軟體這樣拔尖會更有利 當然我們基隆還有很多像體育賽事 體育項目是很有亮點的 我們要請教秦珍一座 剛才我們前面今天議員講少棒的問題 在我那年代我記得我們基隆市 每所國校幾乎都有少棒隊 那時候的情景是非常的激烈 那時候我那個年代的少棒的成績在基隆市 是非常的亮點的 那可是現在目前來講 我們基隆市的這個棒球運動推展 缺乏一個三級性的 國小之後到了國中 就沒有青少棒的一個可以發揮的一個學校來推展 然後到了青少棒之後到青棒沒有高中學校可以來接替 所以說在基隆的這個推展棒球運動來講 是非常一個所謂的斷層斷點的一個這個現象 希望說未來我們教育處教育單位能激勵鼓勵 每一個區的區域裡面 基隆有七個區 希望能在每一個區推展一個學校來推展棒球運動 讓我們棒球能蓬勃起來才有一個未來性 那再講起來剛才我們長者非常多 在我個人來講 我是擔任金融市垂球運動的單項主任委員 那很多人認為說垂球是一個所謂老人運動 其實也不見得 所以說垂球運動來講是一個休閒型的運動 當然不是競賽型的運動 但是休閒型的運動可以讓我們其他的市民 不適於激烈運動或是機能運動的這個方面的 一個所謂的體能的話 做休閒運動來 垂球運動 是非常可以訓練身體以及他腦力的一個功能的 一個所謂的發展性 所以說我積極的在我們基隆推展 垂球運動 讓我們基隆的這個垂球運動 也目前也非常的蓬勃 但是也希望說我們基隆市各社區發展協會 或是裡面的里長們 對於長者的運動 都來提到所謂垂球運動 我們垂球運動其實非常樂意的免費的來指導 或是提供球具跟我們長者來運動 不要讓我們長者有一個比較休閒而沒有激烈運動 也不會有運動傷害的這個五星級的這個休閒運動 讓大家來同流一下 所以垂球運動其實很好玩 它是不是結合了撞球跟高爾夫球 對 但是它還有所謂的腦力激盪的一個戰術在裡面 不是單腳的創來創進 它是分組就對了 比那個創球還有激烈性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球賽的一個技術性 這真的很好玩 就是歡迎大家來體驗看看 都可以來跟秦森宇座申請對不對 歡迎歡迎 免費的獅子 免費的道具 免費的教練指導 對 好 那我們要請教我們的美秀益座 其實基隆市出去比賽光是市議員組就很厲害耶 聽說桌球跟網球全台冠軍 對啊 我在現場真的那種凝聚力真的很強 然後當聽到別線是聽到曾濟炎三個字桌球 哇 這是嚇死了 真的 那在這次打網球也一樣 聽到那個陳宜就說 陳宜以後你要參加我們就不要參加了 對 那這次真的 我們基隆市這一次比賽在全國的 足球比賽我們也拿了個人獎是冠軍 然後雙人打也是冠軍 網球的部分一樣 也是單人打是陳宜冠軍 雙人打也是拿冠軍回來 所以說我們這些議員 大家那個運動細胞都真的都很好 我相信我們基隆市所有市民 那運動細胞也應該很好 我們不只是一個要有愛的城市 也要去推動一個健康的城市 那所以說我希望說以後我們一區有一個機車考照練習場 然後也有一區有一個護兒式的運動場 那再來就是像我們秦城秦大哥講的說 一區要有一個老人甚至於幼兒的那個就是多功能的 多功能的 對 行造中心這種類似這樣子 所以說我希望說我們基隆以後在各方面 設備方面能一直的有一個很完善的 不管老人或是小孩 不管年輕人也好 有一個很優質的一個環境 生活環境 是 那就是比較最友善的城市 我們剩三分鐘 我們要請教民進一座 因為剛剛提到秦議員講的這個錘球 錘球 我本身二十幾年前就跟秦議員他們就開始打錘球了 真的啊 剛開始我們就是打錘球 但是在這邊也幫我們錘球的這些愛好人士 就是為他們爭取一下權力 因為過去我跟秦議員應該我們也知道 我們錘球 過去也可以參加國際性的最上的一個交流 可以出國去比賽 到現在目前好像都不能出國比賽 沒了就對了 不曉得是什麼原因啦 我們是希望是說 可以再重啟國際賽 能夠把這些錘球 能夠參加國際性的比賽 另外我是也要為我們這些選手爭取一個福利 就是說 我們尤其是學生 除了我們成立一個訓練的基金 訓練費用給他們以外 我們很多聽到家長是希望是說 學生在訓練期間 也不一定算是學生 就是我們代表金融士的選手的話 我們是希望能夠給他們這些訓練的一個營養金 讓他們的體力能夠培養到最好的一個狀態 這個是很多家長所希望能夠在編列 有這樣的一個營養金來補充我們這些選手的這樣的一個體力 是 請正議長 其實講到最後的運動來講的話 我們在座的每個議員都很積極的擔任運動協會的每一項的一個單項委員 我們也希望說我們在我們市政以及體育我們的單位體育會的共同的攜手之下 加上我們議員主動的初期的請願之下 把我們基隆運動風機帶錢 運動好我們身體就好 身體好我們的健保支出就會減少 我們也醫療資源也可以節省很多 我想是大家共同一個期待 希望說基隆正在成立一個有愛又愛運動的城市 對 就是要有愛又愛運動的城市 今天非常謝謝我們三位藝座帶大家看見地方的需求 而且深耕在地讓我們基隆越來越好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謝謝 掰掰 我們下次見